阿曼达老师 哪些星座的男人 要小心变成甘蔗男 当然因为有的男人 可能从头扎到尾 今天就不在我们这个排行榜上面了 我们今天上榜的男人呢 可能是像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一开始追求的时候 非常的甜蜜 交往交往的就变扎了 那我们要注意男生的 太阳星座 火星 还有上升星座这三个部分 首先第三名呢 上榜的是双鱼座的男生 他们会渣男的原因是因为 很难肯定是真心爱过 怎么说呢 如果有遇到双鱼座的特质强烈的男人 他们在追求你的时候 其实真的是非常浪漫 你能够想象到的电视电影的情节 都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上一个就是双鱼座 然后还多层眼皮 多层眼皮的双鱼座 双鱼座是双鱼座的世界啊 我发现这边是同一个人 对 好可怕哦 真的交往的时候 你说一般 有些男生交往的时候也不会送花 都是很实际的 但双鱼座男人送花小case 真的 真的写诗 写情歌都可能 电影院包场什么的 任何你能想象的浪漫事情都可以 他可能就会说 如果自从我喝过你这个什么 你酿的爱情的酒 如果不能续杯的话 我宁愿渴一辈子都不要再喝了 就是女生很难不被他们打动 谁又听这种话啊 对 被追求的 被听到的女生都会 大辣说这都会 他愿意啦 好 愿意啦 好 对 但是呢问题在于 双鱼座男生你真的跟他交往之后 你会慢慢发觉 这个男人到底爱的是我 还是他只是看到我眼中他自己的倒影 也就是说常常双鱼座男生 他们在表现追求表现爱 其实只是他自己心中的一个想象跟幻想 好 所以真的交往之后 而且遇到一些现实的生活 我们说生活其实就是柴米油盐这样触擦 这个是双鱼座男生 比较没办法真的去面对的事情 他们很容易遇到实际的说 很浪漫啦 可以包场看电影 但是不好意思 我明天要缴房租了 这个时候呢 突然间他们就会退到自己的 他的壳里面去了 也就是说这种是可以被他追求 但没办法一起生活的这样的对象 好 第二名呢 如果是双子座的男生 我们说双子座呢 我们两人都是吧 严严蜜语 转头就忘 都上榜了你 好 这一个板子待会可以带回家 好 你可以跟板子合照一张 每天都要记得 好可怕喔 所以我们先来讲 双子座的神话故事好了 他的神话故事其实是对应 我们说水星Hermes Hermes呢 他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故事就是 我们说爱神维纳斯 是一个很美的女神 很多男神都喜欢维纳斯 但是呢不敢真的开口 有一天我们说这个维纳斯 他就是因为一个事情 反正被捕在一个金网 被一个网子给罩住了 这时候双子座的这个主神Hermes 他就直接大胆的说 如果我能够跟维纳斯交往的话 就算我一样被捆绑在这里面 被大家唾弃 被大家骂我都甘愿 就因为他这样子大胆的示爱 所以后来维纳斯有感恩的 跟他在一起交往过 也就是说在追求任何的女神的时候 有的男人会不敢 或者是追求女神的时候 他们会觉得我自己好像不如你们 然后会比较矮一截 在双子座他不怕 他会用甜言蜜语 真的是那种三寸不烂之舌 去打动人心 双子座口才非常好 非常好 对 但为什么会变成 很勇敢 很勇敢追求 会做出很多花招 我就觉得天啊 如果在你心里真的是 唯一的女神 你会以为大家心中是维纳斯 对 结果变 他在追求的时候 可能就会对女生说 如果我们这一世的爱不够 来世一定会长长久久 但会变成干正男的原因就是 我们这一世的爱真的不够 为什么 因为双子座很容易转头 就忘记他的承诺 他的誓言了 也就是说 他可能看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他会大胆的甜蜜追求 但是隔了几天看到其他的对象 或是别的事情 就会让他分心 是 他会 我们相信他讲的每一个当下 可能都是真心的 但是说完就忘记 好 就是有时候 他们会因为这个原因 真的就变成渣渣了 好 第一名我们来看 上榜的是 母羊座的男生 好 母羊座的男生呢 一旦到手 很容易就会把对方 气如碧驴 好 被母羊座男生追求的时候 其实也是还蛮开心的 怎么说 他们绝对是一个行动派 有没有 就当他真的爱一个人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有行动力 很可能这个在聊天的时候啊 女生就说 啊 我好久没吃这个什么 我彰化肉丸好了 我好怀念哦 这时候母羊座男生 会很帅气的拿起这种钥匙 说走 马上下去吃 好 就说 不管是深夜几点了 马上就两个人杀到彰化去 为了女生说他想吃肉丸 好 因为这样的事情 女生可能会觉得好感动啊 你看 多么甜蜜的一个回应 但是一旦两个人交往之后呢 很可能晚上女生说 我肚子饿了想吃宵夜 这个母羊座的男生呢 手握着这个电动的这个遥控器 眼睛还盯着荧幕没有看你 你要去买咸酥鸡吗 买宵夜 买咸酥鸡的时候 帮我买一份炸鸡排不要切 就是他们的那个反差 会让人家觉得说 好像你在追求我的时候 是非常的积极 非常的热烈 但是一旦到手了 一旦相处之后 那个火就是瞬间的熄掉 瞬间的扑灭了 会因为这个原因成为我们说 甘蔗男排行榜的第一名